我们这个人不是闲置空间所化的 那现在下面是做食物一堂 所以下面就堆了一堆 有点像营区啊 对 他以前都是单身的农村住宿 在社会住宅推动联盟成员迎接下 牛昌成了第一位造访奥尔什的内政部长 为了多听取社会各界及第一线人员的意见 牛昌接连拜会吹妈妈基金会 与社会住宅推动联盟 希望及时广益 更全面完整的提出住宅政策 当然社会住宅是一种方式 另外对于很多的需要支持的这个群体 包括学生或者是年轻的这个族群 或者是包括新婚家庭的一个族群 甚至是我们迈入这个老龄高龄的一个社会 新增的这个营法住宅的一个需求 所以他所必须要面对的这个层面非常的广 那当然其实住宅政策 也不只是内政部的一个工作而已 因为它也会涉及到金融 还有包括土地 甚至包括租税的相关的一个课题 所以怎么样及之广益 能够有更全面更完整 然后另外带有进步性的一个住宅政策 我想这是台湾社会所需要的 对于租屋黑市 牛昌坦言过去租赁市场比较容易被忽略 包括媒介及法令配套不足等 不过这几年已经有所进步 相关产业及人员投入也逐步增加 他认为房东和房客不应对立 而是与政府形成协作关系建立配套机制 也有许多的一个团体 大家倡议跟政府来合作 这几年也完成了相关法令的一个修订 在这几年间也有一千多个 这个租赁的服务的相关的一个团体来成立 那也有一万多位的这个人员 进入到这个平台跟市场里面 让整个机制能够更完善 当然我们还有很远的一个路要走 那所以这个需要大家一起来努力 因此内政部正在研拟设计 包括租房第三方押金管理等措施 对此社会住宅推动联盟副召集人 也是崔妈妈基金会执行长的吕炳仪认为 大方向支持 不过执行面上还有几项关卡要克服 最大的关键就是房东 第一个当然会比较大的部分 房东可能不会愿意 这个是关键的问题 一样是租屋黑市房东不愿意曝光的问题 那第二个部分的话 承作就是把押金拿出来第三方 无论是银行信托业者 或是相关的租赁工会做集中保管的话 在行胜上会是一个还蛮重要的一个负荷 那另外一块的话 操作面上的一些 SOP跟know how的话 其实还有待进一步的去排除跟克服 至于大众关切的青年购物基金支持机制 吕炳仪直言杯水车薪 整体效果比较有限 也不甚公平 政府还不如想办法让房价下降 对首购族可能帮助更大 记者张祈腾台北报道 请不吝点赞 订阅 订阅 转发 打赏支持明镜与点点栏目 请不吝点赞 订阅 转发 打赏支持明镜与点点栏目